从台湾来南韩的交换学生 匆匆忙忙和家人 拉着行李离开租屋处 受新冠疫情影响 原本要来首尔交换学生一学期 才刚落地又要返航 是2月21号来 出发前就其实确责注量 还没到那么多 大概30几 每天都倍速成长 所以我们昨天晚上 淘了一下就决定 这次交换就先起高 看着南韩病例不断攀升 成为中国之外第二大疫区 就算南韩的大学已延后两周 到3月16号才开学 财商经过一番挣扎 也决定将损失的行程费用 先放一边 对于是终于要交换了 结果还是要紧张 我这一年的可能努力 或者是做了什么准费 都有一点算是白费 但是就毕竟命只有一条 另一头南韩大丘的街头 民众撑着闪排队买口罩 超市门口人龙 几乎看不到镜头 大秋沦为疫情重灾区 民众人心惶惶 在韩国念语言学校9个多月 等待开学的郑同学 第一次遇到这种状况 甚至好几天都没出门 就怕家人担心在南韩的台湾学生 纷纷做好返台准备 不过还是有人依照计划前往机场 准备搭机飞往南韩釜山 当交换学生 去到6月底回来 我觉得应该多少都会减轻一点 出发前夕南韩疫情大爆发 交换生也全副武装 备好口罩就精 只能期盼疫情早点过去 让他们的南韩求学计划 重新上轨道 淮宇新闻记者张元春 林季祥采访报道 中文信祥采访报道